夏天最重要是防晒 我用了几个防晒 都不及Biolea 这么干爽 它有SPF50加 PA4加 我塗上臉后 它是干爽到一个点 少少粒都不会 你也看到我用纸巾引一引 它也完全不会黏在我臉上 夏天最炸的皮肤黏粒 这些Shiomura的Base 就不会令臉很矮焗 很不舒服的 它是一个mousse状的Base 如果最近皮肤不是有太多瑕疵 需要修饰的话 它是绝对足够帮你均匀肤色 和遮遮红印 因为它也有少少提亮的效果 所以也要记住塗在颗子上 你也看到 我用纸巾印一印它 它也不会印在我臉上 这支Elizabeth Arden的润唇膏 就是我最喜欢的润唇膏 其实它是有防晒成分的 在这么矮的天气 我就死都不会塗粉底下 我就要选一支遮瑕度 高一点的遮瑕膏 来遮我的千年黑眼圈 你也看到 我用一支小一点的刷 很精准地在我黑眼圈最深的位置 一层一层地搭上去 然后再用手指振开 你也看到它遮瑕度真的不错 这支Banilla Coal的保湿水粉 也很好用的 我就不会用泡沫直接印在眼底上 怕太厚 我就会用锁在泡沫沿一点 然后锁在眼底上 它锁一两层 就足够设置到眼底的抗脂润 而且也不会令臉出肛纹 你笑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眼底好像很拉緊 我也是用纸巾做个示范 是完全不会引在臉上的 这支Misana的眉笔真的不能弹 便宜漂亮 密超所值 首先不能画的就是三个型的笔头 它还不用刨 真的很方便 它很轻易可以画一条眉形 它后面还附上螺旋素 所以真的很划算 而且还要一整天不脱妆 这段夹眼睫毛之前 也要先用风筒催暖了睫毛夹 其实夹一次出来的弧度已经很漂亮 不过我也要夹多两三次 而且吹暖了之后再夹弧度也会长久一点 然后再轻轻画一条内眼线 这支Shayemura的gel liner真的不错 你不是兜口多面淋盘水过来的话 它是真的长久了全天的 在不久之前 MJ Mascara已经超越了Maybelline Lachianista的地位 它是完全不会蟑螂脚 根根分明 最重要的是 不会令你夹得很漂亮的眼睫毛 也有片有真相 这个Dior的Rosie Glow胭脂 已经买了一个多月 自从用了它之后 我每天的胭脂选择困难症就消失了 它出来的效果真的很漂亮 好像白蕾透红 用了它之后 我不会选择其他胭脂 因为它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这支Dior的Brilliant Lip Gloss 我只能用很漂亮来形容它 但其实它是有少少粒的 你塗完上嘴之后 你会觉得好像有一层东西包着嘴 你闻嘴的时候 好像有点滑滑的 但它的颜色真的无敌 很适合夏天用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糖色得利 不巧 好像是 夏天我一定一定要塗止汗剂才出门口 这支Nivea可以帮你 尾巴收毛孔和止汗 是不是很棒 这几个月整天曬 真的黑了很多 所以我现在出街都会噴防曬 特别是肩膀这些位置 都会多噴几下 Biolet这支 噴完之后也是很干爽的 最后就要噴我最近 最喜欢的Chloe香水 可以在日本机场买的 真的抵得烂 夏天化这个妆 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黏 还很舒服